好總統繼續帶你來關心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就是立法院的濟南路這邊 那現場有非常多的民眾黨支持者 已經坐定位了 他們就是要來這邊集結大聲的 喊出為柯文哲來聲援 喊出覺得現在台灣的司法時代 是非常的不公平 而現場可以看到 其實民眾是陸陸續續的 來到了這個集會的路段上面 那有一些人是自己來 有一些人是搭著各個黨部所發動的遊覽車 來到了整個現場來 可以看到大家是有的人是舉著布條 有的人是舉著手板 就是想要來為柯文哲來為他聲援 而其實今天整個活動呢 除了在晚上的八點多左右呢 會由立委黃國昌 以及網紅館長陳哲漢一起合體來宣講之外 根據瞭解柯文哲妻子全佩琪也有機會在今天的 整個晚會上面集結上面的最後壓軸橋段來到現場來喔 不過其實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今天整個現場集結之外呢 民眾黨還發動了全台全國的宣講 今天是第一場 不過呢其實柯文哲在整個進到看守所之前喔 他交代的最後一些話是希望所有的支持者 所有的小草們可以好好的過生活 好好的認真工作 但是現在呢民眾黨是把所有的小草叫到了街頭上 同時也會在各地來進行宣講 那這樣是不是跟柯文哲原先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有所相違背呢 今天這個問題呢民眾黨的秘書長周宇收是表示所有的人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好好的過日子 那但是他們也想要為柯文哲來做聲援 而其實在現場可以看到除了這個Tiffany綠的這一個布條之外呢 大家也有拿一個扇子 那這個扇子很有趣喔 他是黃國昌的扇子 那在現場是發了非常多也讓人聯想喔 現在是不是黃國昌也有機會成為整個民眾黨最新的共主呢 不過呢現在這個議題整個民眾黨是定調 現在是採取共識決的部分 因此呢他們也不會再做討論代理黨主席的問題 只是民眾黨的下一步會如何這個大集結活動之後 還會有怎麼樣子的行動 也是外界都相當關心 而我們會持續在整個活動的現場 帶您掌握最新的消息